女儿每次都主动倒垃圾 我禁不住问她 家务活你别的都不干 怎么就爱倒垃圾呀 她撅嘴说 我怕你们去垃圾箱 再捡个弟弟妹妹回来 侄女对我说 姑姑 你这个男朋友没有上次来的那个帅 我说 这个就是上次来的那个呀 侄女一拍脑袋说 天哪 这次她手里没拿大礼包 我竟认不出来了 闺蜜怀孕七个月就生了 忧心忡忡的对我说 听说早产不容易养大呀 我宽慰的 放心吧 没事的 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闺蜜 为什么说我是一个骗子 结婚前 你说你每个月的薪资有一万元 那个时候 你不是让我一定要诚实 你不是让我一定要诚实 我说这也不容易养大 你不是让我再寻宜了 我来说你